改身份证上的名字不奇怪 但你见过改身份证上出生二字吗 近日四川卢州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奇葩事情 9月8号何江县丽江镇40岁的魏某某 来到丽江镇便民服务大厅户籍窗口 他认为身份证上出生二字与畜生谐音 是对其人格的侮辱 要求工作人员将其身份证上的出生改为生出 尽管工作人员一再耐心解释 这是全国统一制政无法更改 出生仅仅代表日期并不存在人格侮辱 而魏某某却全然不听认为工作人员是在敷衍自己 随后魏某某在了解到之前给自己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 调至看守所工作 又赶到看守所要求其给自己一个说法 在看守所门口魏某某看见何江县人民法院正在此开展工作 便拦住警车继续讲理 得知自己要求无法满足后 魏某某一边辱骂一边敲打警车 在何江县公安局民警对魏某某进行劝阻过程中 魏某某出言不逊 并甩手打了民警一巴掌 最终魏某某因寻衅滋事被依法拘留 对此不少网友都觉得男子纯属没事找事 有网友称 以这种理由去找事 这哥们是不是在家过不下去了 故意找个借口进去啊 但也有网友称 这个反应的感觉有点道理的样子 是不是可以考虑怎样改动一下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